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呢 就是關於CBR60R 斷出輪軸的這個事情 今天天氣很熱 然後我的確診還沒完全好 三度確診 真的有夠慘 今天我帶一雙手套啊 我覺得蠻好帶的 這是上次在那個凱旋B400 我有帶穿的那個Kenners 它是一雙復古手套 全皮革的 可是因為它是走一個復古帥氣風格嘛 所以它皮革就不像競賽型那麼厚 因此帶起來整個透氣 跟那個什麼手感啊 舒適感我覺得都還不錯 這幾天 我在拍一些素材 給之後的那個影片用的時候啊 我就覺得欸 帶起來是真的還蠻好帶的 如果喜歡復古手套 這個可以參考一下 好啦 那會議想開這次的話題就是 前陣子我有去拍那個 2024的大改款的 650R的搶先預賞吧 在當時留言就有一些網友在問說 欸這個斷圖倫軸事件有沒有聽說過 然後有沒有改正 後來這件事情呢 我看了也是蠻緊張的 我想說欸 650R會斷圖倫軸我怎麼不知道 台灣好像也沒看到相關的消息嘛 後來呢我去爬了一下文章才發現 喔原來是中國大陸那邊有傳出這樣的事情 然後呢 這個事情啊 我自己有去中國大陸那邊的一些網站上看 不過 因為中國大陸他們有一些網站啊 就是你必須要註冊你才可以看到所有的回應內容 也因此 有些東西我可能沒辦法看得這麼細 那有縮漏的 或是大家覺得有不對地方呢 再幫我補充一下 或再更正一下 簡單講呢 就是 中國大陸啊 近期有發生一些 650 他們有發生 凸輪軸斷裂 或是說 車子的曲軸有出現問題的狀況 那 目前歸咎的原因來講呢 就是多數啊 這個650都是有解過電腦的 然後呢 多數呢 他們可能是 2020小改款之後的車款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那在這邊呢 很多網友就很緊張啊 台灣的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然後就是 我的650啊 台灣規格的又去解過全馬力 也去動過這個電腦 會不會有一樣的狀況產生 在這邊呢 我自己的答案啦 我自己的推估是不會 首先 第一個就是 台灣的650R 目前還沒傳出這樣的一個災情 那 再來一個點呢 就是 台灣的這個CBR650R 從 2019年第一批引進 到現在 2023年 到2024年 其實他們的這個 凸輪軸的料號 跟引擎的一些料號 基本上都跟歐規 跟其他規格是差不多的 除非是有特別嚴格 不然的話 台灣的650 基本上是比到歐規 除了像 為了環保法規 動過排氣管嘛 然後 還有我記得 澳洲規格 他們就是用35KR那版本 他們的進氣有跟台灣不一樣 那不然的話 台灣其實它的這個規格上面來講啊 除了對應環保法規 煙掉的排氣管之外呢 其他 都是跟歐規是一樣的 所以 歐洲那邊沒有傳出災情 那台灣這邊也沒有相關災情 那之後我覺得應該也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產生 中國大陸那邊呢 目前來看啊 蠻多車子 好像都是2020的 因為 他們說2020的這個料號是不一樣的 那後來這個點呢 我有去查了一下 台灣跟歐規是一樣的料號 但是2020年中國大陸的CBR650 確實它的凸輪軸料號 是跟其他地區規格是不一樣的 那 但是呢 這個但是呢 就是後面 2021年 2022年我去翻那個料件的編號呢 中國大陸的凸輪軸料件編號 又改成跟全世界歐規啊 台灣規格 都是一樣的號 這個料號 所以說 關於料號的部分呢 目前已知中國大陸 只有2020年份的CBR650啊 它的料號是跟 歐規還有台灣規格 還有泰國規格 是不一樣的 那其餘2021 2022其實都跟 歐規 台規 泰規是相同的 那台灣規格呢 則是一直以來都跟這幾個規格相同 沒有 去跟著中國大陸的規格走 好 那再來我們說到 中國大陸他們的CBR650啊 他們的輸出 其實跟台灣是差不多 都大概限制在 75、76匹馬力 所以說 中國大陸的車友 也是有這個 解全馬力的需求 但是目前看到 引擎有問題的CBR650啊 通常都是去 寫了電腦 就他們除了 全馬力的這個 城市進去之後 他們還有額外去做一些更動 像我看 網路上有650啊 動到已經 110匹的輸出了 那這個110匹的輸出 其實是非常誇張的 因為 嗯 HONDA原廠的這個 CBR600RR2016的 我記得 動力也不過120匹上下而已 那你一台650R的引擎 它不是短充程的仿賽車引擎 你把它動到110匹 其實這趨勢還蠻厲害的 好 那接著我們回過頭來講啊 就是 其實CBR60R的這顆引擎 它最早最早是可以回推到 2013年的CBR650F 當初這台車 它就是要走一個比較 行程比較長 然後中低轉扭力比較好 跟600RR做出一個 區隔的車子嘛 所以說 初始設計啊 CBR650F 在2013年推出來的時候 它的動力是87p 然後在 我記得是在1萬出頭轉產生吧 所以說 這顆引擎從2013年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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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升級 然後本田幫我們做改造 附內的強化等等 到60R才把它拉到了95匹 這中間呢 就是長了大概 8匹左右的動力 那也就是說 從60F到60R 其實本田已經把這顆引擎的 潛力用掉了一部分 因為本田他們所做的調整呢 從F到R就是把它的整個壓縮比提高 然後轉速再往上提升 從1萬1千轉爆發最大都會拉到1萬2千轉 然後斷油轉速也拉到1萬3千轉 並且呢 在引擎的一些零件部分呢 跟火箭的部分把它做一些更換強化 所以說 這顆引擎啊 它的初始設計 最早最早一開始就是87匹 那是經過原廠調校之後 一路抬升到95匹 現在呢 你又把它解線轉 然後寫電腦把它搞到110匹 其實跟原始的這個80幾匹的動力來講啊 落差其實是還蠻大的 那你的腹內如果沒有去做強化 你的活塞連桿曲軸 那些沒有去做相對應的強化 我覺得這個引擎要撐住也是蠻困難的 所以中國大陸那邊有很多車友在哀嚎 就是引擎有撐不住爆掉這個情況啊 我去看基本上都是有解過線軸 或有去刷過電腦 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 突輪軸這個東西啊 它並不是像曲軸或是活塞連桿這種東西 是直接在承受它的這個力道 那 所以說這顆引擎它的這個突輪軸會斷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少數偶發的案例 而且呢這個少數偶發呢 有可能還是集中在某個年份 或是某種情況之下 就是你可能引擎有去動過 刷了過大的動力 那或是說你可能就是 剛好就是那一個2020年料號不同的年代 因為這個2020的料號不同的 它到底是真的突輪軸用的不一樣 有什麼差異 還是說它只是編號不同而已 這個無通得知 因為我沒看到東西 那也沒有相關的數據 而且很奇怪就是 2021、2022 在中國版本的料號上面 又恢復到跟原本的相同了嘛 跟歐歸那些相同了嘛 所以說 總而言之呢 台灣的60R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不會 除非你去電腦刷過頭 才有可能產生這個問題 但是 就目前台灣許多坊間在刷的 所謂的一接電腦 或是說1.5接電腦 來講的話呢 都還沒有車友出過這種 比較大條的引擎內部的損壞 因此呢 我是可以推斷 650R 雖然原廠用掉一部分的潛力 但是呢 這顆引擎 畢竟是原廠調教起來的 所以它還是有一定的承受度 那你只要不太誇張的去炸它 把它動力整個炸光的話呢 基本上要把引擎搞到爆掉 是很困難的 那再來一個點就是 台灣的這個引擎附內的料件啊 除了排氣管之外 那它的整個動力系統 都是比照歐規來辦理的 所以說歐洲他們的車子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在台灣規格上面 也不大會有這樣的狀況產生 所以這點呢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OK 那以上呢就是 這一次的影片分享啊 那 如果大家什麼疑問 或是說我什麼講錯的 或是說要補充 就是有什麼 新的災情資訊的 歡迎在底下補充給我 簡而言之呢 就是台灣的料號 跟中國不一樣 那中國的CBR650R 也只有2020年的 這個圖輪軸料號 是不一樣的 再來 目前來看呢 出問題的都是有去動過電腦 或是說刷了110匹馬 那種動力包下去 才把這個引擎搞到炸掉 平常的話 我們這種歐歸全馬 或是你去外面刷這種 全馬1階 1.5階 基本上目前來看 除了油耗啊 發熱等等的 都還沒有這麼嚴重的腹內損壞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大家是 大可不必擔心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影片啦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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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